汪電蟲 大家好,我是唯有讀多恩的葉明洪 我是花恩太 美食在心者 汪電蟲 汪電蟲 我的特徵長得像 甲蟲 它的材料來源是來自 青植黏土還有紫白 有時候如果不要用的時候可以拿來美化環境 然後天災來的時候可以拿來當緊急照明系統 汪電蟲 它所使用的電人紋 太陽能 我們用它玩具底部的太陽能板 吸取太陽所發出來的太陽光 並且將支轉為電源 供給玩具使用 在你無聊時當作玩具帶給你樂趣 靜靜的飾板 螢火蟲的發光能力 甲蟲的身體 加裝了紅外線感應器 讓它能夠沿著線走而不會超出線的圖 它在接近牆壁的時候 它不會直接撞上去而是 往另一邊閃開 大家好 如何抽到就是光電蟲 光電蟲的使用方法 首先它後面有試燈 還有手電筒 先打開電源 而如果我們 有牆壁擋住它的話 它不會只是撞過去 而是它會往另一邊轉 然後繼續行走 所以這次我會在這裡 再撞上去 把電池都要來 然後再撞上去 再撞上去 然後再撞上去 稍後 再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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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有骨刀的 它就能切成 它是在平米里面 弦上晒 它是在外面 更多的方法 它就是硬梦 它是硬梦 所以 我们有帮助 它是硬梦 在通常有纠缩 是硬梦 而且是顾触 作词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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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